- наверное 好 各位同學 我剛剛有幾位同學有一些問題 我再回過頭來跟大家 我還是對不準 我回過頭來跟大家講一些東西 講這個法院的判決 這個似乎比較重要一點 剛剛有位同學說 有一位律師 他已經有一個案子 可是為什麼他還被邀請上一些公開的活動或節目 我跟大家建議一個東西 如果說你們要委託一個律師 最近這次元大 我們整個幫他的案子看下來 其實他出現一個狀況就是 好的老師好的律師讓他上天堂 不好的律師讓他進牢房 所以他的問題出現在他委託的律師叫陳士寬 陳士寬讓元大馬家包括張立秋包括很多的主管做偽證 可是這個明明是一個偽證 可是他的證詞一路的用到高等法院用到最高法院 好 那這個律師到底好還是不好 大家可以在這個全文檢索這裡打 比如說你打李詠然 你打李詠然然後你可以打 比如說打一百年 那就是他李詠然在一百年以後 所有接過的案子他全部都會列出來 你就可以去看說這個人打的官司 到底是贏還輸 到底是哪一類的案件 那我必須要跟大家講說 律師不是有名就厲害啦 不是說因為他老婆叫陳文琦 在法務部很有份量 所以呢他打的官司一定會贏 不是因為他叫李詠然名氣很大 他就一定很厲害 所以呢你要去看說 比如說你打你打那個 剛剛講說曾淨一 曾圓一還是曾淨一 曾淨圓對曾淨圓 因為我也認識他 本來從士林地檢署退下來律師 好你打曾淨圓 那曾淨圓打進去之後呢 你說比如說我用一百年 我用九十年以後都可以啦 好那你稍微看一下說 他專門的他專業的是什麼樣的案件 我跟你說有一些律師 他沒有搞過民事 尤其他沒搞過民事執行 有一次陳立夫的媳婦氣呼呼的說 他明明請了大律師 可是他的房子還是被拆了 因為呢這位律師叫楊國鴻 他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 這個假扣押跟民事執行 完全不會 所以你不要懷疑 檢察官不會民事執行跟假扣押 所以大家在處理這些案件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觀念 就是說你要知道哪些律師 他的專業是什麼 比如說有些人專門處理證券交易法 證券交易法有名的就是那幾個 蓋華茵拉什麼就那幾個 好然後呢有些人專門處理這個 處理這個叫做什麼 就是土地糾紛的也就那幾個 好那所以你如果說 比如說像前兩天有一個朋友說 他呢光一個醫院的證明然後偽造文書 他也請了幾個專門 我說你這個是公司法的律師耶 你是因為這個醫療證明偽造文書 結果你搞了一個公司法專門的律師 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要回到這邊跟大家講一下的是 如果你這個律師只要他 他願意具名 他願意具名 你在這上面打這個全文檢索打進去 比如說包括陳長文自己有沒有在接案子 宋耀明你把他打進去 那他的相關的案件 你稍微看一下你就知道說 就像我常常要找一些當事人 我怎麼找 因為律師很多都認識嘛 所以呢我會打進去之後查一下 然後發現說他的律師是誰 然後呢直接去找到當事人 我都是這樣這樣子交叉運用 才能夠處理新聞起來 很多人常常跟我說 你幫我找一下哪個人 然後你幫我想辦法找到他 那其實就是因為網路上的資料是蠻多的 然後交叉下來之後 都可以找到一些相關的連結跟線索 好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這個房地產的部分 這個是用的最普遍的 剛剛有一位同學說 說他呢有一個房子剛剛去委託之後 偉多一家台灣房屋 然後呢信義房屋 永慶房屋 所有的房屋呢通通都找上門了 因為我們的個人資料保護法是假的 絕對是假的 包括銀行一天到晚打電話給你說 欸你是蔡小姐 我們有一個什麼案子啊 然後呢有一個什麼低利率啊 有什麼借款 那就是因為我們的個資 全部通通都被整批拿去賣 整批拿去賣 就像車號也一樣 一周刊跟蘋果 然後甚至自由時報 狗仔 為什麼每一部車 我們都能夠知道 他的所有權人是誰 當天 當那天 那個許勝梅在講說 這個劉兆璇帶著銀奶精去 去這個冷水坑 好結果呢他就一查 這部車是東吳大學的車啊 那為什麼一查就知道東吳大學的車 因為有人專門在賣這些資料 然後呢一筆就是五百塊 所以呢我們的政府部門有很多人 我是告訴大家說這些資料都在 可是呢我們要怎麼用 我們能用到什麼樣的階段 可是呢有些人他會拿去整批的賣 那剛剛那位同學他喔 如果說你平常接到 你平常接到DM 就是接到宣傳單 那你不要懷疑就是這些資料上面 全部比如說我現在住在新莊復都心 那我全部的資料一筆一筆掉出來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人住哪裡 為什麼你明明在三峽的房子 人家會寄到新店給你 是因為你三峽的這個房子 登記的那個地址 你登記的那個地址上面 就是你的權狀 然後登記的地址在新店 所以你明明房子在三峽 然後呢你就會接到 那個仲介的宣傳單寄到新店給你 就是這樣子來的 好那所以呢這包括什麼所有權 甚至包括抵押的狀況 就在這邊全部都通通都可以查得到 OK好那甚至呢我們在查 黎智英的房子 然後甚至黎智英這個房子 你看他用的是香港商林業有限公司 那我們那時候就一直在批評說 我們的政府很混蛋 為什麼因為我們對於這些外資 對於這些香港商啦 什麼威京群島這些公司呢 他們的課稅的標準 跟我們大家的課稅標準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就可以 你在所有的這些房子上面 你看不到黎智英 明明他住在頂高立井 你看不到 他總共10戶 這10戶呢 讓黎智英賺很多很多錢 可是呢 他用的是香港商林業有限公司 然後這個香港商林業有限公司 你就去看他的公司登記 你就會發現說 公司登記又是一個他的人頭 就是專業經理人 但是我們的政府都知道啦 就這些資料都串聯的都知道 但是呢 我們的政府對這些外資 對這些人的這個稅籍 稅務的這些政策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看新聞的時候說 明明知道這個政府就是 明明知道這些人就賺很多錢啊 真的賺很多錢啊 可是我們客不到他的稅 客不到他的稅 好 那其他的包括像 像剛剛有一位同學說 欸那個蔡玉業跟蔡玉什麼 跟你有沒有關係 我告訴各位 我在元大博越看到有一個人名字 三個字跟我一模一樣 有很多人會認為說 哎呀那一間是我買的 這個元大博越 元大博越是葉愛玲 然後聯方宇啦 丁宇康 何維玲啊 這些人 那郭台銘買四戶 我上面寫傳聞是因為 找不到郭家的所有的人的名字 找不到郭家所有的人的名字 所以呢 這些 這個是在成品旁邊這一棟樓 那為什麼我一直在講說 連方宇啦 還有連戰他們的地保 他們的元大博越 一毛錢的貸款都沒有 都完全就是在他向權利 就在剛剛我講的那個他向權利那邊 完全都是空白 完全是零貸款的 好那除了 除了這個所有權狀之外 那當然我要看一些 其實我不知道一個 不知道他住哪裡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是可以用瓦斯費水電費 那瓦斯水電費呢 可能大家會認為說 這是 這個怎麼可能會知道 對因為呢 一樣的啦 我們的政府呢 有些地方他就給你打兩個叉 我打一個叉 那你大概會知道他的這個 蓋瓜的位置 比如說唐亞軍 他的亞歷三大出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去找說他到底他的名字 底下有什麼樣的不動產 就雞湖路的什麼位置 那另外還有一個人喔 比如說OK 這個 這是水電費單嘛 來馬英九 馬英九在文山區新隆路二段 你跑到新隆路二段問一下 大概就知道說 這個馬英九的這個 老家住在什麼 新隆路的什麼位置 好所以呢 所以接下來我們再找 我又跟大家整理說 跟這些房地產有關的 除了實價登陸透明防汛 地震資訊之外 大概就是相關的這些資料 那這個叫做實價登陸 實價登陸呢 我不曉得各位常常上去查 這是內政部不動產教育的 實價登陸的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才剛開始沒多久 可是呢 你要有目的的查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說 這裡頭有很多學問 包括呢 明明大安區啊 怎麼會賣50萬呢 那就是證語 就是用送的 用證語的 或是有一些 這個交易的金額 你會發現它非常非常特殊 那這個就是在整個的 這個內政部的這個實價登陸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叫透明防汛 透明防汛呢 就是我們專門在查法拍 當年我們大家 我們作為四五千億 叫做金融重建基金 去替很多的欠稅大戶 再留台灣的人買單 包括錢友好 包括什麼 這個 什麼張秀正 這些人 我們都幫他買單了 我們都有出到錢喔 大家都有出到錢 這是因為他們在法院的 他們的資料都被法拍 那法拍之後 這個地方叫做 地震資訊的 透明防汛的法拍 那法拍資料裡頭喔 有很多 比如說OK 這些都出事的公司啦 這個出事的公司 那公司他還不出錢 他的這個所有權狀 然後他有沒有點交 這些資料就是 但是為什麼有那麼多海蟑螂 什麼這個 會去搶這種法拍屋的大餅 雖然現在的利潤已經比較低了 但是你看 這些法拍的 座落啦 什麼時間拍啦 這個押標金是多少啦 一坪多少錢 這些全部都有 那包括了 比如說OK 這個是 像包括黃中鴻的啦 或是 這是蔡陳男 蔡陳寶芝 他們的所有的這個 不動產的資料 那誰拍走 誰拍走 他這上面都會有寫 那上面都會有寫 說誰把他拍走了 那這個上面是 你在法拍之後 你還進去看說 他有一些標示的 相關的資料 那包括了筆錄 因為你被法拍 來貼封條的是 書記官 那書記官呢 就會進去看說 這個房子本身有什麼狀況 所以你看喔 98年4月23號的時候 開鎖進去 發現說 這裡這裡 債權人查報說 管理員有講喔 管理員有講說 這個屋主呢 他要誤中毒 沉濕屋內 所以這個叫兇宅 所以這個資料上面 其實大家可能 要 像我們那個高玉仁的兒子 叫高思伯 高思伯他去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呢有出現糾紛 那雖然他還是念到博士 可是呢 連像他這樣的人都會出現糾紛 就是第一個 他連所有權狀的他向權力設定 他都不知道 然後第二個 像這些 跟這個房子有關的 如果你買的是二手 那這些資料 他完全都不清楚 所以 現在的這種法拍透明房訊呢 他連那個房屋現況 在這裡這間 他都照片拍給你 所以 如果大家想要找這些資料的話 網路上先過濾再到現場去 那這是 這是永慶跟信義房屋 有一個叫做 方圓五百公尺內的成交狀況 比如說 仁愛路三段五十三號 那這附近的所有的物件的成交狀況 都在這邊 好 那另外 這是舉例子給大家看 永慶信義還有很多家都有 所以剛剛才會有同學說 我明明就委託一家公司啊 那為什麼每一家都知道我的行動電話 因為他們現在有個聯誼會 那聯誼會之後呢 他把資料公開上去之後 各家都會拿去用 好 所以這些成交報告 也是仲介的聯誼會 他們 大家一起聯合 再做一些資訊的一些交流 好 那另外同樣的就是剛剛我跟大家講的 到底是不是凶宅啦 法拍啦 凶宅什麼都在這邊 所以你要找房子 比如說內湖五分街 內湖高中對面 然後呢相關的新聞曾經發生過 曾經發生過命案或什麼 大安區燒炭自殺 私心大學 這個頭套塑膠袋 這些東西通通都會有 所以大家要看喔 因為這是有關各位的生命財產 就是 這些都 就是 你有可能 親戚朋友本身都會碰得到 好 那另外就是一個 我一直認為我們的政府 我們要進戶 應該要給大家更多的資訊 比如說 我的住家附近 到底哪些地方有福射屋 或是有海沙屋 或是有基地台 這是我認為應該要求 而且我們政府可以做的 可是我們的電信總局為了要賺錢 我曾經買過一個房子 買了窗口就是基地台 八支在我的窗戶外面 是隔壁那一棟的 我就很生氣 我就跑去查 查了之後呢電信總局說 它是合法的 我沒辦法拆它 你的基地台放在我的窗口 我沒辦法拆它 好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 所以呢 我那時候就一直要求說 包括 這是一個福射屋的資料 但是呢 如果各位 有機會我們來當家做主的時候 包括福射屋 包括海沙屋 包括基地台 我都覺得說 應該要放在這上面 讓大家知道 你要設哪一個基地台 在哪一個樓 在哪一個地方 你應該公開讓大家知道 這樣子我才知道說 我住的地方安不安全啊 對不對 好 這個是目前只有 我只有查到說 福射屋是有公告的 其他的幾乎都沒有 好 接下來就是中華征信所了 中華征信所 這個東西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呢 這位張大偉先生呢 曾經被移送法辦 然後被起訴 違反個資法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網站 以前呢 是從這裡進去 帳號密碼進去之後 就可以查了 可是現在呢 是被管制封閉的 為什麼 因為 改成 上有政策 下就有對策 所以呢 各位呢 如果你真的要查的話 你要用一個 免費三千一百五十塊的會員 然後 比如說我要查林志生 我要查林志生 我是舉例啦 用秘書長的例子 然後進去呢 我傳給他 傳給他之後呢 那他有關林志生這個名字的退票 他就會全部回傳給你 然後哪一家銀行 什麼時間 他全部都會回傳給你 比如說你要查蔡玉珍 也同樣的方式一筆三十塊 所以很多人在講說 你看 你看那個什麼 什麼拔蠟票退票 其實 除了剛剛那個中華政經所之外 那我們的 這個地方 這個是中華電信的 票信查詢 票信查詢系統也都有 這個 就是 也都可以查得到 是台灣票據交換所 那你要用身份證 用統編 或是用銀行支票 這些呢 通通都可以查 就是說 真的是為了保障大家的生命財產 那 不要被騙 那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講的一些 上市櫃公司的資訊 上市櫃公司的資訊 大家一定要記得這個叫做 公開資訊觀測站 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打開之後呢 這個是我們的政府要提供給大家的 什麼 財務報表啦 財務報表最多資料可以看 然後另外就是 這電子書 電子書也是他的財務資料 然後呢另外就是一些 股東相關的資料 那我這裡要提醒大家幾個事情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常在罵一些公司沒良心 也就是說 他呢 他的有錢是假的 他的有錢是假的 比如說 我常在罵一家公司叫中信金 中信金呢 他在所謂的董監的資料裡面呢 你可以 就是剛剛的公測 公開資訊觀測站的欄位裡面 他有一個直射的股數 就是說 我一百頂的股票 我拿多少去 押在銀行 直押在銀行 那你看喔 中信孤家 他的寬和開發 有五萬九千張的中信金 那此股六萬六千張 然後呢他有六萬三千張拿去押 押 押 押幹嘛 押了借錢出來 押了借錢出來 所以呢 我們常在看一些公司 你看 他的職押比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四 那這個就是 我們覺得他很有錢 有案子搭磚機 從日本回來的孤家 他們呢 就專門把他的錢 再拿去銀行再借出來 所以呢 台灣政府如果出事 沒他的事 為什麼 因為他欠銀行啊 欠銀行不見得一定要還 因為全民會買單 所以這些人大概常常 你看他很有錢 但是呢 他常常都是幹這個事情 孤蓮松本人 當時也是這樣 孤蓮松本人名下的股票 那他整個的職押的狀況多少 來 董監事職押百分之九十三 所以喔 他的檔監事 如果有十萬張的股票 有九萬三千張拿去押了借錢 銀行 那像他們這種人拿去押 會跟我們押的不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條件 比我們好多了 所以才可以用這麼好的條件 因為自己開銀行嘛 所以大家在看這些公司 也就是說看什麼樣的企業 然後他有社會良心 有社會道德 其實從這些資料裡頭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包括他有沒有把股票拿去押 好 然後另外呢 再來就是 大家在看新聞的時候 你要看新聞 大家說 啊 玉珍你很厲害 你幫我報到一支股票可以買 我順便在這裡跟大家提醒 如果說 如果說你在報紙上看到經濟日報 看到這個工商時報 有大消息 說 士林關底的土地 士林關底的土地賣掉了 士林關底有一大塊土地 這個賣掉了 叫台火 就是賣火財河的這家公司 他進賬六億 然後呢 所以呢 他當天的股票漲停 當天漲停 那當天漲停 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你考慮先賣股票 或是先賣一半 為什麼 因為他漲停鎖住之後呢 明天可能還有一半可以賣 你跟他賭一賭 但是呢 絕對不會撐過第三天 因為呢 這個事情是早就知道的 早就知道要在哪裡知道 在那個 剛剛的那個電子書上面 這電子書上面 他早就已經告訴你說 他們呢 有多少土地 然後呢 這個土地呢 原來是多少坪 然後呢 原來584坪 然後呢 再買進這麼多 所以有這麼多的土地 那如果說以最近的售價來看 150萬到200萬的話 那進賬大概這麼多 所以呢 有多少的這個 有多少的現金收入 其實他都已經 這個東西是要揭露了 所以我常常告訴我媽媽說 你不要做股票啦 為什麼 因為你從來不會去看這些東西 那所以 同樣的 當人家跟你講一個消息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在這些資料上面 找到相關的資訊 甚至包括所有他的投資的公司 因為這些公司都很會作帳 比如說 OK 這個到大陸去投資的 有哪些公司 有哪些是他們的投資 像這個潤泰 他們在大陸投資哪些 然後呢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實收資本的多少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監督他 監督政府也一樣 監督這些上四櫃公司 大家的荷包也都一樣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看這些資料 去監督他說 欸 這個資料呢 跟實際的狀況好像不太對 好 所以這個是要提醒大家的一些 這個 財務報表上面的資料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接下來還有一個 嗯 好 那這裡呢 是我順便跟大家提醒說 如果說你有機會 要做一些投資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看到這些完整的 從 04年 05年 06年 07年 所有的這些相關的資料 這也是在網站上面 就是在那個 財經網站上面 全部通通都會有的 那還有 如果說 這個公司把錢弄到香港去 用去香港 用去國外 用去香港 也一樣 這是香港的交易所的資料 那一樣的你可以在香港 查到香港的富士康 查到 香港的交易所相關的這些資訊 ok 就是說 你有沒有必要要用到啦 我只是提醒大家 比如說 香港的 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些相關的這些 就是富士康國際 就是郭台銘的富士康國際這家公司 然後呢 他有多少的資訊公開在這邊 給你做一些參考 好 那未上市就不用看了 未上市就不用看了 ok 其他的 其他的是要跟大家講一些資料庫 這些資料庫是媒體寫過的 以前寫過的東西 包括 財訊 金周刊 這些 先探 這些呢 我們現在全部通通都電腦化了 好 那這是這樣子查的 就是說 你只要檢索進去 所有的 以前寫過的 為什麼我們這些名嘴 常常在電視上可以講一堆 因為這上面的資料都很多很多 那你只要演得很像 有沒有 我剛剛不是講要演得很像嗎 這些資料呢 你說 欸 這個許勝美可以知道說 普丁 普丁他多愛女人 他多色 那就資料上面 有很多的國際新聞媒體寫過 然後呢 我把它講得活靈活現的這樣子 ok 那其他的 包括像 聯合報跟中國時報都一樣 中國時報大概從民國73年以後的文章 聯合報從民國50年以後 我舉一個例子 來 我們來舉 螞蟻男的槍替案 有105個人被起訴 包括 雇用考生 包括那個雇考的學生 就是 請人跟科學的 45個學生 29個家長都被起訴 這什麼時候的 這1968年的時候 1968年的東西 那你打進去看之後呢 就是不起訴的名單有誰 起訴的名單有誰 那這上面呢 都蠻清楚的 就是 你都可以查得到 中時聯合自由中央社 全部通通都有 所以這才會提醒大家說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那 這個是 剛剛我跟大家提過的 口卡 還有 可能 包括很久很久以前 比如說 我們要查 沈富雄當年 從美國帶資料進來 可能是舊的一些檔案 這個呢 就要到法院的一些資料庫 然後呢 包括 我剛剛跟大家講的就是 就是個人跟企業的聯合 聯合徵信資料 就是 就是 所有的支付命令 你跟我有債權 你跟我有債權的時候 要怎麼去查詢這些東西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跟 跟大家的投資有點關係的 就是基金 很多人被騙了 就是說你買基金會被騙 是因為我們的政府其實有管得很嚴 但是呢 這個很嚴就會被一些 被一些 一些商人呢 覺得說 這樣子的管法是沒有道理的 好 所以 在我們的這個基金的管制裡頭 有兩個就是 Mining DJ跟那個 機智網 這兩個網站 那這兩個網站呢 只要我們的政府許可 就是合法的 都會在 國內基金 海外基金 就是 這兩個地方 那這兩個地方呢 你打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 就是 這個基金公司的基本資料 然後呢 他的這個規模多大 然後最低申購價格是多少 然後基金經理人是 保管銀行是誰 基金經理人是誰 全部通通都會有 那如果沒有的 比如說 這上面其實都要公告的很清楚喔 包括呢 這檔基金 這個 富達台灣成長 他買了多少股票 通通都要公告 好 剛剛有一位同學問我 我們的政府基金 被拿去亂買 亂操作 怎麼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 我們這些政府的 這些人 上下其手 就是說 照理來說啦 照理來說 他應該要公告給我們知道 也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勞退基金 我們的勞退基金 現在呢 持有什麼 你要把前面的大概的比例公告 像這樣子 給大家知道 因為那是大家的錢 所以 我只是要用這個例子來提醒 提醒我們 就是說 要去要求我們的政府做什麼事情 因為 剛剛 我們那個大哥所提到的說 你看 我們的勞退基金 我們的公保 勞保這些基金 被拿去虧 被拿去亂賣 然後 那些人呢 他們上下其手的時候 我們監督不到 可是呢 像這個 像這個就是一般商業性的 為什麼我們可以來監督他說 你買的是什麼 然後呢 你買的這些公司 到底有沒有道理 那當然有很多人說 那我一公告的話 那大家都會去搶啊 問題是 人家這個基金也是這樣啊 我就是公告 我買鴻海 我買台積電啊 我買中鋼聯發客啊 為什麼他就不怕人家去搶 那為什麼大家說 政府基金呢 就會怕出事 就會怕一公告的時候 大家就會去搶 這是不對的 這是我們的政府應該要把 我們的幾千億的基金 去買了什麼 應該要公告給大家知道 所以 以前啊 以前 我們的政府 被很多人欠稅 他也說不可以公告啊 我跑去行政執行署 吵鬧了半天 結果 一個一個問 然後他還不跟我講 最後我只好跟羅文嘉說 你在立法院 然後呢 你要求我們的行政執行署 公告欠稅大戶 這個我們的欠稅大戶公告 是這樣來的 是因為 我跑去行政執行署 吵了好幾次架 結果吵了沒有用 然後 結果才讓 立委在立法院要求 結果後來很多人愛面子啊 像那個洪文棟 洪文棟如果不是因為 我們寫出來之後 他覺得很丟臉 他甘願去繳喔 他才不願意 所以 我覺得 我們只是要用 用這樣的一個商業的模式 要來監督我們的政府 包括 你拿我們的錢 去買賣這些基金 那這些 你的基金去操作哪些股票 你不可以買了那些地雷 買了銀證買了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啊 這樣沒有道理啊 好 就像 就像這個 這個一樣 我們的政府在做的事情 就是這樣的事情 我們的政府在做的就是 欸 我跟你講喔 我去買了首譽中國喔 我去買了一個什麼 汽車貸款基金喔 這個就是海外非法的那種 那我們政府的四大基金 現在拿我們的錢 去操作的方式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子 就是資訊不對稱 然後呢 他去幹了什麼事 都不肯跟你講 所以你看 手譽中國喔 大家都說很賺錢 可是這是真的嗎 這都不是真的 而且呢 這個像這樣子的一個 簡單的賬 只有誰知道 只有我們的金管會 我們少數管理委員的幾個人 知道而已 好 所以 如果說 有人要來推銷你 有人要來推銷你 這些什麼 你在前面這裡 你在前面這裡找不到的東西 那大家可能就要很小心 因為真的是會讓你寫本無歸 真的是會讓你寫本無歸 所以我差不多 就跟大家講到這些 跟商業的這些模式 然後呢 怎麼樣的來運用在你的生活當中 甚至呢 包括了我們如果要要求政府公告很多的東西的時候 如何能夠更具體的 像一般的我們社會大眾的資金 大家的錢要怎麼樣的來共同管理 用這種方式 就是唯一的辦法就是 把資訊的公開跟透明 這是最好的一個監督機制喔 那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互相的交流 因為我只是做一 就是大概的跟大家講 就是 你在網路上 有很多的資料 你是可以連結到你的生活當中的每一件事情 然後讓你可以過得至少很安心喔 我覺得至少 至少要被騙不太容易吧 就是說 如果人家拿了東西 要拿了支票 或是拿了商品要來賣你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那些政府官員喔 尤其你看像吳智陽 他可以裝說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耶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還說 我又不是狗仔 我又不是狗仔 這句話我才會罵他智障 為什麼 因為你Google一下 你隨便各個判決書 經濟部商業司 然後電子採購網 你隨便找一找就知道說 在跟你做生意的這些公司 在跟你接觸的這些人 他有什麼樣的過去式 那從這些過去式 你去評估去研究 你可不可以幫我開到那個人事檔案那邊 有幾個人的檔案 就是 之前有沒有存下來 來這邊 在這裡 你可以幫我開一下 就是說 我在實際的運用上面 就是有一些個人 有一些個人的資料 就是 各位如果說 你在 你在那個 日常生活 或是你們的企業 你們的公司 如果你要跟一個人接觸的時候 那我怎麼樣的把 把這些人的檔案 整理得很清楚 然後呢 你去做綜合評估 不見得都是對的 你打開之後 我告訴你要開哪一個檔案 好 這個就是 接下來 我要跟大家講的一些實際的運用 來 回到那個檔案前面 就是 list那個檔案 我告訴你要開哪一個 就是 檔案的 那個名稱 對對對 來 比如說呢 來我要找郭冠英啦 我要找炸彈客胡忠賢 然後呢 有人說 他要跟大影開發的張玉能見面 那 你可以 比如說 有一個人 他很活躍 他叫死做人 然後呢 有一個醫師叫陳建慧 類似像這樣的人 比如說有一個人 叫謝如生 那他呢 就是 很多人委託我說 你幫我查一下 這個人 他過去幹過什麼事 他的 他的AB檔案 在調查局 叫AB檔對不對 好 那我就舉一個例子 來 我舉那個 炸彈客胡忠賢好了 最近呢 他被起訴 那我們打開炸彈客胡忠賢的資料 來看看說 他曾經幹過什麼事 來 他在黑松 微風的這個 經營權爭奪戰的時候 他呢 去做了很多的市場 來 可不可以往下跑 往下跑那個檔案 就說 OK 這整個的黑松的經營權 他站在誰那邊 他站在 經營權站在誰的立場 去 去 這個 爭取他的 就 他要站在市場派去搶 搶利益嘛 再往下 再往下就是 他 比如說 這個 微風用什麼股東大旗 這個都是簡報資料 你可以跑快一點之後 讓大家知道一下 OK 這個胡忠賢在這邊 他呢 用的叫大義科技的監察人 這些公司資料就出來了 他叫大義科技的監察人 然後呢 他用什麼樣的手法 再往下看一下 再往下看一下 跟OK 然後呢 他就說 他還要做一些什麼 專業的評估啊 標售啊 然後他的立場是怎麼樣 這個是在 那 誰 他是張道榮委託的律師 所以 他的當事人叫張道榮 就是說這些資料 就是你可以從這樣的一個資訊劇 做一些 做一些評估啦 好 那我們再回到前面 我們再回到前面好了 再回到 這個是 這個炸彈課吧 好 我們再來研究一個人 叫陳建惠醫師好了 好 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是誰啊 這個人是誰 如果他跟你有關 如果他跟你有關 你就會對他有興趣 要知道說 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物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人 好 這個人呢 一開始的話 因為他會給你一個名片 說他叫沃達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呢 他這家公司的負責人 就有了 他是誰 另外呢 他們給我說 他住了一個房子 在昆明街 那昆明街的這個房子 是什麼時候買的 我們再往下看 再按往下跑 也就是說 我在整理一個人的檔案的時候 那這個房子呢 很早就買了 可是呢 在民國 89年買的 89年買的 好 可是再往下看 89年的房子 等一下 我要給大家看 89年的房子呢 在最近的 103年的時候 最近拿去南山人壽 換了 換了這個 這個 叫做什麼 抵押權 就是呢 他把89年買的房子 在103年 重新去跟南山人壽 抵押 借了新的資金 就是我們在解讀 在解讀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要怎麼看 好 那再往下 再往下呢 就是 來來來來 他在和平醫院 他在和平醫院 有一個 婚前健康的 當事人的一個投訴 一個 對他的一個評估 一個投訴 好 這個就是 他在和平醫院的 婚前健康中心的狀況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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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他說他去婚前檢查 3000塊到底檢查了什麼 他覺得 很有意見 好 再來這個 再往下給大家看這個 再來來這個 這個叫做 另外這一家公司叫 艾瑞克博士密碼生物科技公司 那這個公司呢 為什麼我要弄這裡 是因為這個公司呢 他底下有幾個專業的人 其中就包括他 那他的經歷就在這邊都有了 他的經歷都有了 好 再往下看說 除了這個之外呢 再來 接下來呢 他搞了一些抗癌 免疫T細胞 然後呢 跟他合作的這個 免疫T細胞的人 有誰誰誰誰誰 那你可以稍微評估一下說 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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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場上的評價如何 好 這些人在市場上的評價如何 他們要做一些 癌細胞的研究 好 再往下 再往下 就是 再來呢 再看自由時報這一篇好了 自由時報這裡呢 好這裡呢 他們有 就是 陳建惠呢 來告訴大家呢 一些減肥的資訊 減肥的相關資訊 OK 那再往就是 好 那所以呢 他有一個健康診所 那這個健康診所呢 在什麼地方 然後呢 他還曾經被 來這邊好看 這邊呢 就是他用的所謂 免疫細胞銀行 然後呢 有哪些人 可是呢 他們這一票人呢 什麼 什麼 沒醫德啦 什麼抗癌啦 可是呢 他找了一堆人喔 這個 優化細胞銀行 找了誰誰誰誰 來這邊 有這個 蔡世平夫婦啦 再往下 還有 這家公司啦 那他 這些人呢 都幫他背書 幫他背書 好 我講到這裡大家應該有印象的 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那些 查詢方法 然後我要監督一個人 我要監督一個人 他 OK 這家叫優化生物科技公司 他的公司登記是這個人 那 這些相關的董監事 在這邊 相關的董監事在這邊 然後呢 他們在做優化免疫細胞 在做什麼什麼 那他可能有一天呢 他會找你 買股票 他可能會找你買股票 因為呢 這家公司呢 就目前有一個 生技醫藥的公司 他在新貴 已經六十幾塊了 已經六十幾塊了 因為說了半天 這些資料 他們呢 就是因為 在炒這一家叫 新品生技股 很有限公司 你知道嗎 講了半天 我查了半天就是 終於發現說 喔 他們在查這支股票 好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剛剛前面跟大家講的 一個 類似一個 就是說 可能一群人合在一起 但是呢 我們用剛剛的這種查詢呢 我終於明白 這個人我不認識他 但是呢 如果有機會讓我認識 跟他比較熟的人的話 我會再去 double check 這些東西 到底是 真實性到底有幾分可以接受 有幾分是真的 有些是傳言 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資料查完之後 那我會把它當做我的 一個 basic 一個 database 那這個 database 在我的工作 在我的生活 在面對很多的這個企業 甚至 他如果要去做我們的很多行政院醫療體系裡頭的一些 一些生意的時候 你就明白了 他幹過什麼事情 那我們再舉 前面再回到那個檔案裡面 我再舉一些人的例子給大家看 時間差不多了 時間差不多了 那就差不多跟大家講說 如果各位認真努力的話 那類似像這樣的所謂的AV檔 我存蠻多的 所以市場上 有些人 像我上次講說 蘇慧珍 李明哲 為什麼我一坐下來 我就問他說 那個蘇小姐 為什麼你的公司 不用你本人登記 他第一句就跟我說 因為他大概也知道啦 也知道說 我處理新聞 過去的經驗跟風格啦 他就乖乖的跟我說 我早就退票了 就說這個很像 我常去採訪一些人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 你不要跟我瞎掰 因為你幹過什麼事 我心裡都有數 因為我都先查過了 那你願意坦白從寬 那我就會 下筆的時候 手就會比較輕一點 所以這個東西呢 提供給大家參考 希望各位未來 不管是 我們當家做主 或是我們管一個企業 我們管一個政府的時候 能夠真正的 用在好的 用在善的 用在對的事情上面 我每次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都很怕有人用這套東西去犯罪 為什麼 因為 很好犯罪啊 全台北市豪宅 所有全人 哪些人 哪些房子 這個一上去查 全部都很清楚 所以我要拿來犯罪 是很簡單的 但是希望各位 用好的 用正面的力量 去處理這些相關的資訊 然後呢 讓我們社會更好 至少 我常常講說至少 你聽我講完之後 你不太想去做壞事了吧 除非你做壞事做到 這個不著痕跡 然後呢 不會被逮到 那算你厲害 那算你是這個 真的博士級的博士 那這樣子我也沒辦法 就讓你這個 這個 讓你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就是壞人嘛 那反正就讓你 沒辦法 因為 如果連司法 連這些檔案 都治不了你的話 那 我想老天爺 總是看得到的 能在做 天都在看 所以 你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 有些人 我想說 是不是報應啦 那當然 老天爺都會在這些帳上面 好好的記上一筆 ok 那 有問題的話 有問題的話 祕書長說 可以做after service 就說你要查詢的資料 然後你不會做的 你不會操作的 檔案在他們那邊都有 在學校這邊都有 那如果說 需要 需要找我的 你可以在臉書 在FB 臉書上面呢 流話 流說 你有什麼問題 然後呢 我會加入 然後回答 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我的臉書是公開的 ok 謝謝 非常謝謝 我們大家一陣